然后基本上把上周五的这个急跌啊给收掉了 这个走势怎么看呢 首先从大方向来讲啊 因为当时3330跌穿以后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中期高点应该是成了 然后成了之后呢 无非是它怎么演化的问题 一种最直接粗暴的演化是这样子的 还有演化是演变成震荡 我说我们现在先当震荡看 这里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震荡的低点呢 现在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这个震荡如果现在就展开震荡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低水平的震荡 首先核心还是看3333点 如果这个在后面这周的走势中 可以把这站稳上去 那么是可以自己拉出空间来了 那这种震荡就演变成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宽幅震荡 但现在我看啊 因为我对这个市场这地方见顶这件事情 我觉得概率是个高概率事件 因为33333计穿以后 其实你说就算这是个回收确认吧 这是个一分钟一笔 是个三脉 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位置很重要的话 就有可能会发生另一个现象 这是一分钟一笔的确认 接下来还会有五分钟一笔的确认 也就是一分钟限端 那我现在的假设不管最终是不是 我先假设它可能是对3333点五分钟的一个确认 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对这个市场走势 这块来讲可能还不能太乐观 不能太乐观 那么这个走势接下来咱们就用心观察吧 看一看是不是3333的确认 因为如果是确认就过不去嘛 如果不是确认就意味着经过可能一番反复以后 它可以把这个点占过去 所以指数这块来讲 今天的反弹仍然是看成弱势 然后仓位上还是不建议放大 板块呢 其实这是上周我们提出的问题 就如果接下来给我们一个挺好的位置 比如说3190给我们了 我们的时候如果想买点家电仓买什么 因为之前我只能看出来说 在一些强势板块中 一些没怎么涨的股票 可能还有涨的这种机会在 所以我们选的是国内南瑞这种 但是新板块如果还有的话 会是谁呢 就这个问题是挺值得思考的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新板块能走出来 就电力算是勉勉强强走出来了 从今天看呢 我觉得有几个板块有点有点意思 环保这个吧 实在是之前没关心过 嗯 但从走势开始挺好的 但这个本身我是觉得需要持续观察 因为现在新热点起来挺难的 就有放这么大量往上冲 看看有没有持续性 这个港口航运是之前有关心过的 这位置呢 如果从港口航运板块指数来看就还行 为什么呢 因为跌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位置 这有点像哪呢 有点像这个 大家记得种植业灵液 我们当时差不多的结构 我们也是等到这个这个地方 在这儿 但是种植业灵液最后还是下来了 现在这个港口航运就有点这种感觉在 但是现在给不出判断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关心的 中期结构比较好的 它还走到前面这个支撑的位置 这个是可以看一看的 其他的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通信设备 这一轮其实走的应该讲还不错 这个板块其实是在创新高的 但这个中期结构上可能并不占优势 这个名普高词 就之前我们说过的F5G板块的龙头 对吧 所以现在从新板块上来讲 我觉得不大明显 这块可能对新板块的一个 就有没有可能出现 以及是谁 这块我们可能需要再观察一下 看看这两天的反弹中 有哪些东西确实能走得比较好 而像房地产啊 包括工业金属啊 这种都是对之前可能跌得比较厉害的 一个反弹性的只能看 所以眼前在板块方面来讲 暂时看不出新的方向 而老的像汽车零部件 汽车整车 电力设备 这种因为已经涨幅比较大了 这中线不可能建仓了 只能找一些还没怎么涨的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新板块这块 可能暂时还是个问号 还需要再观察 在中线股这块来讲呢 我们稍微说一下 一个是前因高科我就略过了 因为这地方我说过了 这地方如果没有能占位16块钱 再往下的过程中 我是不太倾向于买的 赵云轮船是个比较纠结的一个选择 因为从板块上看 这个板块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 但这个走法就是很标准的走法 就是我就给你震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震的好不好 所以现在这地方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我在这里面买不了 因为你这涨停 基本就接近上延了 如果事后证明还是个震道 你又买在阶段高点了 所以这时候我说了 我只选一种结构 就是回到下面出现被持 所以现在对赵云轮船的看法 就是不买不追 如果他真上去了 我可以找找看这个板块 其他的股票 但这个股票现在在这 我觉得太难买了 这是我对赵云轮船的看法 然后各个股份 我们一直在等他往下背 这个地方今天创了个阶段新低 但这也不是被持 所以这也不行 还得等 有人心态的走势 是走得有点纠结的 我们前两天的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其实还行 但是因为我对于市场 对于这个股票 目前走势是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因为那天反弹的位置 正好就打到一分钟中枢 这过不去 所以现在这地方走得有点纠结了 你说它是继续震 然后把它突破掉 还是震着震着掉下去了 我这里是没把握的 现在看这个震荡 我都觉得有点偏弱的 走法 因为这个上以后 迅速又下了前低 所以现在我想等等看了 这地方我们不能随便出手 所以要观察一下 远信它的一个走法 因为如果它震着震着 它要往下跌的话 这个结构 之前的这种比较好的结构 就给它破坏掉了 那这种时候就变成 那我又得到下页去找它的机会了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说 它是个关键位置的话 我们不着急 我现在倾向于它是偏弱的 然后三差能源 我们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家仓部分出掉了 现在底仓部分的继续持有 这里面关键就是看它能不能顺利的形成延伸 对吧 比如说能形成延伸 能创新高最好 这走的比较好了 如果不能创新高的 这地方我们看 如果能实跃出小倍持就先走 如果实跃不出来 这种震荡是可以接受的 对底仓来言可以接受 因为底仓成为6块2毛7 尺寸里头的6块3毛4不动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电力板块本身的热度 应该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底仓这部分 也不用特别急 先拿着 我觉得观察一下 好吧 然后另外来讲 有色里面 我们观察的西部矿业跟西野 现在都很难买 西部矿业就不说了 这个走势现在就是震荡套 这震荡 这太难受了 西野来讲 我觉得大家注意可以抓抓看 有没有背驰 但西野仅凭现在的走势看的话 这个背驰应该是没有成立的 如果是这么快就拉上去的话 说实话 这个我都觉得还是个震荡 所以西野可能要看看 有没有再往下延伸一下的这个动作 如果有的话 后面倒是有可能去抓一个背驰 但现在有色这块也 没有太好的埋力 哈尔科技也是一样 我们基本能判断出来 在这是有止跌可能性的 跟大家讲过 我应该有一分钟中输 但是在这我觉得动不了手 今天直播我说过了 这种队也正在震荡区间减半了 如果再上一次再下一次还下不去 你愿意在这买一点可以 但对我而言我觉得 于我而言大震荡里最好的收入机会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下延 尤其是市场不大景气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是等下延的一个位置 那么国际南瑞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点纠结 走势走得比较温和 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快速突破 因为这里按理说其实是突破压力的 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再看一看 我们的止损点是在28.5毛4 这个暂时不用动 然后现在你注意他星期五的下跌 其实使得他拉回来了对吧 他并没有做出一分钟三买来 这个位置很显然 其实他在选方向了 就是他拉回来以后你看在这晃 如果这么晃呢 就容易变成继续震荡 当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股票确实没怎么涨 但晃了以后如果是这么走的话 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新高 你就今天而言那个震荡 我觉得 看不太出来 你看一分钟 这个晃晃晃 我觉得可以等等明后天观察一下 总体而言我觉得因为现在热度在这 虽然我之前跟大家聊聊了 他的概念里现在还没有加进去那个 那个那个 虚拟电网概念 虚拟电厂概念 哦已经进去了 在这了 今天进去的吧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 他的软件更新是需要时间的 这虚拟电厂今天已经进去了 那就应该是今天才更新进去的吧 对的今天更新进去 因为我之前说了我查了报告这个股票是有虚拟电厂概念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热门概念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耐心等等看 虚拟电厂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挺 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板块 现在最强的其实一个是他一个是一体化压注 一体化压注我觉得很难选 一体化压注里面 其实设计的股票数量比较少 但虚拟电厂它可以跟什么呢 跟电力设备跟储能全都弄在一块 我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好摸鱼 好吵 所以我我选的其实就是 跟这个概念相关的 那么我觉得现在国内南锐 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一个过程 短线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然后今天太阳能 还可以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 选太阳能其实也是虚拟电 虚拟电厂概念 同时有一个 电力概念在 我们是建议过了前高是上周五买的 然后今天 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它盘中那天 就有点回了 对吧 今天一开始就像冲这个 还行 我觉得 现在是这样 它肯定没有到止盈的位置 对吧 那也不够吗 也就是四五个点的收益 我觉得现在可以再拿一拿 一个是什么呢 咱们先抛开热点本身 热点就是挺强 第二就走势一分钟级别 确实是有一点点加速的迹象了 这个回拉呢 现在看是有可能成为300的 那么如果是300的继续往上充 我是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现在呢 应该是继续持有等待 等待止盈 然后 我暂时先不移动到成本吧 再往上充一充可以移动到成本 把这个止损 现在还暂时放在8块4了 好吧 所以太阳能这块来讲 就是耐心灯止盈 我们的止盈是10个点 对吧 而且因为这个位置对它而言是个关键位置 从道理来讲 突破以后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快的走势的 我们先观察一下 看有没有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我刚才不是提到了那个港口航运 这板块吗 就张罕伦船是一个让我们现在特别不舒服的股票 我现在在看啊还有一个叫日照港的股票 大家知道前期我关注珠海港 和招商港口 但珠海港确实破掉了 然后日照港其实是一个概念嘛 日照港这个走势吧 我就觉得 乱是乱了点 能看 你看他这个结构呢 守的就比较好 他跟招商港口还不一样 呃 他跟那个 招商的那个 卡住了 他跟那个招商轮船还不太一样 招商轮船这个震荡吧 就可上可下 而且我觉得还是6A有点偏下 日照港呢 其实同样的行业 但是他俩6A 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热浪这个看起来是善良的 今天一个中央线上去以后吧 不好做 我想把它调入到短线里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我觉得现在只能这么跟 你看啊 比如说如果能走墙的话 他走到上沿附近 我估计要做个一分钟震荡 然后如果能过一分钟震荡上沿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先用短线跟进一下试试 看看能不能到时候 走墙如果能走的还不错 可以把它转成中线 但眼前这地方 让我选 招商我确实觉得找不到点 所以我看了一下日照港 包括可能类似的 还有 连云港也 还行 但连云港走的要更 日照港稍微感觉好一点吧 这两个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就是港口航运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所以我先把那个 把它放到短线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现在还不是热点 太阳能这是热点吗 但我们观察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出来 好吧 所以短线基本就是这样 港股这块呢 说实话 我也有点担心 你看啊 恒盛今天跟A股差不多嘛 咱们之前说到了这个低点 其实 恒盛应该守住才对 他其实也没守住 他很快就掉下来了 那 你就 我没办法不怀疑啊 这地方我也不知道 那万一是个反仇怎么办 那这就 很糟糕了 所以现在对港股的走势 我之前说了 我采用的是极其保守的策略 就是我不做 不看 我不再不看 我只等 我心里觉得把握最大的 就是再创新低那个机会 所以现在 今天肯定没有吧 今天也在反弹 但这种反弹在我看起来 其实都挺难做的啊 包括 腾讯 也起来了 但这种 我都觉得 不太能找到机会啊 所以对港股这块来讲 我还是愿意耐心等待一下 看看 我还是从心里来讲啊 我觉得我说那种情况 实现的可能性挺高的 中联上周五电话以后反正 就是你就感觉已经很近很近了 但是确实没到 这是实话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吧 这种结构 大东商品这块 今天是个全线反弹 我们要重点理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了 有这里看的是 西跟铅 问一句 西有买点吗 我周五说了 这地方下去 我估计是要见底了 但是我 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个地方这么上 我就会觉得这还是一个 下列中枢 这妈妈妈妈 如果再振几天的话 变成一个五分钟中枢了 虽然它可以直接起来 这是我认的 但如果你要问我这有买点吗 我当然是没有 这种吧 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着急吗 就是哎呀 你看怎么就起来了 但是在我看起来 这地方就还是一个 弱势的震荡 那这种震荡怎么办 那就还是一样吗 那就跑到前面这个 198500上面 确认住 那行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现在这地方是 没有买点的 签这里我感觉可能 要稍微清楚一点 因为签这里呢现在是这样 这个下呢很显然 没下去 没下去以后呢 这地方我们观察一下 如果常规走法的话 我觉得做个一分钟震荡吧 这里如果一分钟震荡以后再往上 我觉得在这可以开始打底仓了 就不用再把条件再放这儿了 可以稍微早一点了 我感觉签这里面 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今天是个 大阳线 然后呢 大家可能 一个是跌多了 再一个是 现在预期每人处 这个月应该在7月二十几号吧 议期会议上可能是加75个点 其实75个点很厉害了 加息 但是之前大家预期是100个点 那你说从100到75 那么好像就是有点像利多的感觉一样 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先不用考虑了 就还是从走势上去考虑吧 所以这里面我感觉有色 确实是值得最近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咱们观察的 橡胶这个就还不行 我觉得橡胶这个样子 其实力度放的挺大的 这个位置不能随随便便在这儿抄底了 我觉得这地方得 就像我说的得把这个压力过了以后 弄不好弄个二买才行 5分钟 而我们之前说的白糖这个位置 现在看也是 他走的比一般的品种要强 但是你说他今天这个位置过了之前的压力没有 我个人觉得并没有 所以这地方来讲肯定下不了手 我觉得把前面压力过掉以后再确认掉再动吧 所以现在整个大陆商品这块来讲 我们关心的几个品种 我个人觉得可能距离买点都不太远了吧 但这里的波动这么大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这个波动属于非常非常大的 我这是有收盘价做的 你看这种包括之前我说的PVC 今天五个点 但你说他完全改变下跌趋势了吗 好像一根K线是改变不掉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可能就需要大家更 沉得住气 尤其是 做有色做稀的人 这个这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应该 这个你们做期货的 还可以的愿意看看行 但我个人觉得今天是没有买一点 所以整个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市场这块呢 我觉得 我前面说了对这个反弹的性质呢 我比较谨慎 我觉得有点像对3330 的一个大级别的反仇 之前是一分钟一笔 现在是一分钟一段 这里就不能太着急 还有核心问题就是 新热点的产生目前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所以这里面可能需要我们更谨慎的去看吧 好吧 那么在 后续过程中我们会继续观察 市场的